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提升车辆性能的常见方式呢 多半就是改装排气管 改装排气管呢 不仅可以让引擎的动力性能提升 最主要的还可以让听觉感受更为热血 然后于是呢 我们今天找来一部敞篷大牛LP700 Rosco 目前排气管还是原厂状态 然后我们先来试驾一下 体验一下原厂排气管的性能 还有声浪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再去店家 然后改换钛合金排气管 然后再来测试看看 改装后的性能还有排气效果会变得如何 我们走吧 其实原厂排气管声浪其实已经算大声了 尤其现在是SPORT模式 排气管声音就比较大声 可是呢原厂排气管呢 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当转速是3000转以下的时候呢 其实声浪呢并不会太明显 对于已经买了超跑 然后想要表现自己的车主来说呢 其实现在停3000转 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感受 动力来说原厂700匹 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不过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开回店家之后 我们要换一组 由国内相当知名的一家改装排气管 IP 他们针对大牛 出了一个由钛合金 材质打造的排气管 然后钛合金 就轻 散热也快 然后对于大牛来说 性能一定是有加分效果 而且声浪绝对 会比原厂更有明显的差异 其实大家可以听喔 你看现在 原厂排气管 在市区慢慢开 大概现在在40级 然后转速才2000-3000转 是非常非常安静的 甚至车外的声音都比我们大声 然后必须把转速提高 比如说像是退档 就要听到转速拉高之后 才会比较明显的声浪 或者松油 这就是原厂排气管 这就是原厂排气管 可以 换烧 就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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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 有点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是原廠排氣管中尾 大家講的中尾段 然後這就是尾箫 大家看尾箫應該跟恐龍蛋一樣大吧 主要是裡面就是做了很多消音隔板 避免讓噪音過大 無法通過環保 然後大家可以看喔 這台真的超重的 然後從這邊直接焊出四支尾出管 因為它裡面設計非常多隔板 所以它非常沉重 你看我一個人承認是拿起來非常辛苦 可是你就知道 這東西跟對車身帶來多少多少重量負擔 除了尾箫之外 再來就是我們講的觸媒 那觸媒看喔 其實這也不輕 之所以它重的話 主要是除了材質之外 因為不鏽鋼 然後IP排氣管 他們是用鈦合金之外 你看這個 為了要通過環保法規 它裡面的觸媒 就是木樹 做得非常紮實 然後流量因此會減低 然後也會影響到性能 當然重量也是影響到非常大的關鍵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就是排氣管尾段 尾段呢其實也是影響到聲音大小聲 好不好聽的一個重要關鍵 跟原廠造型比較 它比較輕巧 主要原因呢 就是它用鈦合金 大家可以看到拿起來非常非常輕鬆 然後我們先來測試看這個大概有多重 才6.3公斤 這重量是差距到非常非常明顯 主要原因就是 除了它 它沒有像原廠會設計那麼複雜的管徑之外 然後主要是用鈦合金 有非常輕量的效果 這個是俗稱的X-Pi 對於聲浪的改變是非常有用的 讓氣流比起撞擊 撞擊之後就會產生聲響 然後其實它們在排氣管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閥門 閥門在這邊 大家會想喔 原廠排氣管其實也有閥門 可是它那個閥門它設計跟一般的閥門不太一樣 排氣管的廢氣從這邊出來 低速的時候它這邊關閉 又關閉 所以它廢氣就沒辦法撞到這邊 它就從這邊進去 這邊繞了之後 裡面繞 然後再從這邊排出來 在這邊繞的時候呢 其實是加長路徑 加長路徑就是 增加回壓 讓你在低速更好行駛 然後我今天 我在轉路COSA模式 或競技模式的時候 這閥門就開啟了 所以呢 我空氣就可以直接從這邊排出 當然 就直接 最短路徑從這邊排出 所以非常非常順暢 它有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這個管器比較粗 是比較細 這邊壓力比較大 這邊壓力比較小 所以當空氣在排出之後呢 它會有一點回吸的作用 然後造成這邊聲音呢 會更為尖更為高康 然後這都是這款排氣管 聲浪會比一般改裝排氣管 還要特別的主要原因 好現在排氣管已經改裝完畢 我們這邊要來特別講個重點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剛剛講這個 閥門的地方 這個閥門呢 主要就是來控制排氣路徑的 主要重要關鍵 當閥門是關閉的時候 排氣就會從這邊 上來 這邊出去 當這邊開啟的時候 排氣就會從直接這邊出來 路徑縮短 然後所以排氣比較順暢 聲音比較大聲 至於改變這個閥門開關的 重要關鍵就是這根管 這個管子就是所謂真空管 正空管它會驅使它開啟或關閉的重點呢 主要就是偵測駕駛人的油門開度 然後還有你現在的轉速 其實最簡單來說 像這種LP700這種高價位的車 它們會將一些駕駛模式 或做區分 像是一般道路駕駛的 Strada 還有Sport 或Corsa 這三種模式 所以當你要禁忌的時候 你切到Sport或Corsa的狀態的時候 它就自動會驅動讓它打開 讓它閥門是屬於開啟的狀態 所以呢 三浪就會去藏寶大聲 然後比較震撼 然後如果你今天呢 想要慢慢開安安靜靜的 所以你要深夜裡面回家 不想要朝路人的話 切到Strada模式的時候 它一樣會利用真空 然後讓這個閥門關閉 然後這時候排氣就會從上面下來 下來 然後比較安靜 然後這就是 這款排氣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可以 與原廠的電子模式 與整合 單位 有種生命之餘 偶旅 手 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次小恶魔马力机单元历经15个工作小时终于结束了 这部LP700Roster敞篷大牛在改装IP钛合金排气管之后 成功削减33公斤的重量 马力提升了20匹的水准 改装幅度算是相当明显而且非常有感 松油石还有有燃爆的喷火音效声响 算是另类的附加价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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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消耗模辣馬力單元 歷經兩天的採訪時間終於結束了 其實改裝測試排氣管主要的差異 除了可以讓動力性能提升 輕量化減重之外 最主要差別還是在於 充斥時的排氣聲浪 變得更為刺激動感又熱血 甚至鬆油的時候還會噴火 這都是改裝之前想像不到的附加價值 以上就是我們小惡魔拉馬力單元 特別針對改裝排氣管做的特別企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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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